打了半天 把那个严士章一箭给捅死了 结果得到手的是假经书 可是真经书在哪 谁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李源芷一个劲的问他师父 说这样发生了什么事了 您跟我说说 这个李源芷是最好热闹 最想知道事的人 他这么一问呢 陆飞青就说了 这儿的事啊 你别多管 你现在快点回去 要不然的话 你妈妈在那儿又该担心了 同时你回去见了你母亲 别提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知道吗 李源芷一听 我知道 你当我还是小孩子呢 我问你 这些人都是谁啊 师父 我和他们都是高手 能不能给我引荐引荐 陆飞青微微的一响 这个我看不必了吧 你就快走吧 他在想啊 李源芷是提督的女儿 要跟这帮草莽英雄 跟他们要是认识了 也没什么用 再者说了 本来他们都不是一个道士的人 不必让他们认识 行了行了 你快回去吧 你妈妈等着你呢 李源芷听到这里边的小嘴一撅 我就知道 您不疼自个儿的徒弟 宁可去喜欢什么 什么金丁秀才呀 什么你的师职啊 什么徒职啊 就是这样 好 您不介绍就不介绍 那我走了 李源芷向他师父行了个礼 然后上马 他转身就要走 骑着马 当走到了霍青通的身边的时候 他扶下身来搂着霍青通的肩膀 在他耳根边非常亲密的 滴滴说了几句话 这霍青通一听啊 吃的一声就笑了 本来是两个女孩子 在一会儿说点提起话 可是外人看着 这是一男一女啊 李源芷 然后提江声挥马鞭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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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西边跑过去了 就他这个动作呀 让旁边的陈家洛看到眼里了 这陈家洛 一看霍青通跟这个美貌少年如此亲热 刚才他不是心动了吗 他不是神宁了吗 当时这心就有点不动了 为什么浇了一瓢凉水 花的一下子一个头心凉 这心里边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这个滋味是什么滋味呢 还很难受 不但说不清 他自己有点头晕 不但头晕 还有点口干 愣了 俩眼直勾勾的直出神 按说这陈家洛 那是一身好功夫啊 那是练的内加工啊 按说这内加工这么厉害 可此时此刻怎么会这样呢 感情这内加工啊 也挡不住感情的袭击 他感情被震动了 这陈家洛 这陈家洛说实在的 他看霍青铜 那冒霉 那剑术 那风度 那气质 他就有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叫什么呢 也许就叫一见重情 他一看 这李源子一出来 那是个漂亮小伙儿啊 这李源子比他漂亮啊 搂着那个霍青铜 在那轻轻热热的一说话 其实陈家洛 心里边这种感觉 别名就叫吃醋 他正在这吃醋呢 这徐天洪过来了 哎 总座主 咱们商量一下 怎么救四哥呀 陈家洛当时一愣是 啊啊啊 好好好 正式 秦妍 你骑着文奶奶的马 去请张十爷过来 好好商量商量 新言接令走了 陈家洛又说了 九哥 你到那个峡谷口啊 会骑十二郎 四向你打探一下 瞧瞧 这些官府的人 他们都上哪去了 他们把四哥 押到什么地方去了 今天晚上 回来向我禀报 魏春华一听 好了 魏春华也走了 陈家洛接着 向众人就说了 弟兄妹 咱们今天晚上 就在这里 露宿一夜了 当贪听了四哥的下落 明天一早 咱们准备继续追赶 这些个人 奔驰了半天 又打了半天 都是又饥又累呀 木卓伦呢 指挥着他这伙子 回族人 在路旁就搭起了帐篷 他知道 红花会的这些人 也没有什么帐篷 就分出几个帐篷来 给这红花会大伙住 因为红花会的人 给他帮了忙了 尽管他们的这个圣经 没有取回来 但是人家帮了忙 这里边有一份情分 同时又煮了些牛羊肉 给送过来 大家伙吃喝完喽 陈家洛坐在那 先是把这胡锅栋 提过来 仔细询问 问这胡国栋 说你在车里待着 原来文太来在车里 他们把文太来 跟你换了个之后 把文太来弄哪去了 你知道不知道 胡国栋这个时候 就一个劲的 骂那个张昭仲 胡国栋说 我跟你说 我要是知道 我就是闺女养活的 这个张昭仲 这个小子太不是东西了 我明白他这一招 抽粮换住 他想吃毒食 哎呀 我是不知道 我要知道我 马上就告诉你 他把我推出来了 把我当替罪高扬 你说我能不告诉你 这文太来上哪去了吗 问了半天 这胡国栋啊 他就是不知道 所以吩咐把这个胡国栋 推出这个帐篷去 看起来 把他推出帐篷看起来 陈家洛呢 又吩咐 把那钱正伦给带起来 其实钱正伦的事啊 可就跟他没关系了 因为钱正伦 他是拿圣经的那伙人呢 但是陈家洛呢 好像要帮着木拙伦 问问这个事 就问这个钱正伦 我问你 那个回族的圣经 到底你们给藏在哪了 说钱正伦呢 眼珠一转 瞅着这陈家洛 这个 这个我我也说不清 说 藏在哪了 在谁身上带着 或者是谁给拿走了 哎呦 我真不知道 我跟你说呀 我要知道的话 我天拿五雷劈 少说这些个事 我就问你 你一定能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这个小子一边说着 一边摇脑袋 眼珠的来回烂拽 怎么问他也不说 陈家洛吩咐把他押出去 钱正伦押出去之后啊 这个五珠哥徐田红过来 他来到陈家洛的耳边 滴滴的声音跟他说 多主 我看姓钱的这个小子 眼珠子来回烂拽 心里面有事 我估摸着 这个回族的圣经啊 肯定他知道在什么地方 只是他不说 陈家洛是他不说 这又怎么办呢 您这诸葛亮 能不能给出个主意 徐田红是 您要让我出个主意 您听吗 我当然听 徐田红是 您要听 我就告诉你 这么办这么办 咱们然后再这么办 来一把 您看怎么样 陈家洛点了点头 好 就按您说的办 天黑了 可是天黑以后啊 派出去打探消息的魏春华 还有十双鹰 这两个人 谁也没回来报信 大家伙和解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时候徐田红就说了 他们不回来啊 也不见得是坏事 我告诉你们 多一半 他们发现了四哥的踪迹了 发现踪迹之后 他们跟下去了 他们得看准咯 才能回来给咱们送信了 这倒是个好现象 大家伙一听也对 众人都点头称事 闲谈了一会儿 都在帐篷里边可就睡了 这天够劳累的了 表行的人呢 还有这些官差 都用绳索给绑了手脚 放在这个帐篷外头 他们没有资格睡在帐篷里头 反正把他们都捆上了 上半夜由那个蒋四根看守着 下半夜呢 就徐田红看守着 到了下半夜了 月到中天 徐田红从这帐子里边出来了 告诉蒋四根 哎 你上里边睡睡 我替你看会儿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一晚上也睡不了好觉 蒋四根一听 真大 徐田红这 那还假的吗 去吧 别客气 好嘞 谢谢你 蒋四根转身进了帐篷 用个毯子裹着身子 他倒那了 蒋四根进去了 这徐田红呢 就代替了蒋四根 蒋四根睡觉这个地方 正挨着这个前正伦 所以徐田红 把蒋四根原来盖的这个毯子 扯过来往身子里一裹 前正伦呢 正睡在他的身旁 徐田红往下边这么一坐 往里一躺的时候 这一屁股 正好坐到了前正伦那腿上 这前正伦呢 哎呦 轻轻的哎呦了一声 这个时候徐田红 就像不知道一样 然后一锅毯子 躺下了 待了一会儿的功夫 就听徐田红 打出了微微的憨声 前正伦其实没睡着 他就是不坐在腿上 他也一直没睡着 他心里边有事啊 前正伦一听这徐田红 挨着他在旁边打上呼噜了 心里边高兴 他轻轻的 把这双手一蹭 蹭什么 捆着他呢 这标行的官府中的这部分人 都给捆上了 他把双手这么一蹭啊 这个绳子好像绑的不是那么结实 他就慢慢的在那蹭 蹭一会儿 停一会儿 停一会儿 蹭一会儿 蹭着蹭着 这绳子口居然开了 前正伦心想 天助我也 他把这个绳子给震开了 震开之后 把脚上半脚的绳子也轻轻的解开了 憋住了气 一点不敢出动静 又仔细听了听 徐天红还在那打着小呼噜 睡得特别熟 这个小子轻轻的解开伤所之后 稍等了一会儿 觉得这个血液流通的差不多了 他慢慢的就站起来了 聂族浅宗走出来了 他走到了帐篷的后边 解下来绑在木桩上的一匹马 一步一停 走到了路旁 然后他宁神静听 四下没有声息 心里边不由的暗息 越走 离那个帐篷就越远 脚步就慢慢的加快了 来到胡国洞坐过的那辆大车的旁边 这个时候那辆车呀 车上的骡子已经解下来了 在旁边拴到了树上了 这个车园子呢 架到地上 西边 在帐篷里边忽然 窜出一个人影来 谁呀 正是周琦 你说这姑娘周琦 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出来了 他呀 跟那个霍青铜 还有洛冰 这三位女士同睡一个帐篷 那两位呢 都是心事重重 翻来覆去的老睡不着 这周琦呢 最初就是老早就睡着了 头一沾枕头 就做上梦了 做什么梦啊 睡梦之中 忽然觉得自己 噗噗一下子 掉进了一个楦坑 掉到这个楦坑里边之后 这周琦就极力的挣扎 怎么挣扎还上不来 就在这个功夫 就看在那个县坑口那 有人向下边大笑 周琦抬头一看 嘿 笑他的这个人 正是他天天讨厌的 那个徐天宏 这个徐天宏 瞅着他就笑 嘿嘿 怎么样 这周琦正要骂他 就忽然看见 那个徐天宏 噗的下子 他也跳到坑里了 跳到坑里之后啊 把他一把就给抱住了 不但说抱住他了 张嘴就咬他的面颊 这一咬他 周琦觉得脸这么一疼 开哟 啪哟的一巴掌 打了一下脸 一下子把自个儿给打醒了 这脸上啊 不知什么时候爬了一个小秋虫 可能是咬了他一口 把这秋虫给打死了 他把这秋虫往旁边一扔 此时只觉得身上 吓出一身冷汗 啊 这么回事啊 这个时候 他就听见帐篷外边有声 略微的引灵神 掀起帐篷脚 望望一看 远远的就望见有个人 鬼鬼祟祟的走向大陆 所以这周琦赶忙提起单刀来 就追出了帐篷 他出了帐篷 追了没有几步 张嘴想要喊 说他说谁呀 你干嘛的 他刚想张嘴喊 忽然间背后有一个人 敲嘛声的到了跟前 伸手把他嘴给捂住了 伸手一捂他的嘴 周琦当时就是一惊啊 反手就是一动 那个人手脚敏捷 伸手就抓住他的手腕子 把他这个刀往外一翻 周姑娘 是我 周琦一听说话是什么啊 是徐天洪 正是刚才他做梦梦见的那位 刀是不堪了 他左手一拳 照着徐天洪的前胸 棒的一下就一拳头 打着徐天洪一连嘴 跟就干什么 他往后退了两步 周琦 扶下身去 低声就问 我打你 知道为什么吗 徐天洪说我不知道 周琦说 那刚才你怎么咬 他想要说刚才你怎么咬我 忽然周琦想起来了 刚才他咬我那是做梦 没有这事 我不能把梦里的事 跟人当真事说呀 所以这话说出来一半 刚才你怎么咬 咬 这徐天洪一听 我咬什么 周琦说 你你你你刚才咬什么呢 徐天洪说 我没咬什么 我做梦咬牙了吧 周琦说 甭管咬什么 你按住我的嘴 你不怕我咬你吗 嗯 啊 是我告诉你呀 有事 徐天洪说 我跟你讲 别出声 咱们盯着那小子 我们早合计他要跑 好 周琦跟徐天洪两个人 马上扶下身来 爬在地上 慢慢的往前蹭 这叫匍匐前进 这个时候 就见那个前正轮 掀起那个大车 上面有个垫子 把那个垫子掀起来之后 往底下抠着什么东西 就听见有个车板响 嘎巴一下子 他把大车底板 抠开了 然后 从那个底板下边 他拿出了一个木盒子 把那个木盒子拿出来 就塞到自己的怀里了 塞到怀里 转过身来一摞江绳 这就要上马 徐天洪在周琦的背后 急推了一把 拦住他 这一推他 周琦纵身 直接就蹿过去 钱正轮一听说 有人声 他左脚尖一刃蹬 右腿 没等骗上马去 他现在马的臀部 就猛踢了一脚 啪的一下子 这匹马 一受精一受疼 当时梦前一蹿 他这个右腿 也就骗上去了 他这一骗上去 周琦 提气追赶 钱正轮翻身上马 右手一扬 喊了一声 砍标 这周琦一听说 砍标急忙往旁边 一闪身 这脚步可就停了一下 他干什么 他躲那标吧 他哪知道啊 这个钱正轮 这是虚喊了一声 哪来的标啊 他被绑住之后 浑身上下 所有的暗器跟兵器 都给弄干净了 所以他这是给自己逃脱 找一个空间 喊了一声 砍标 这周琦脚步一停 他这匹马可就撒开了 这马刚往前一蹿 没走出多远去 这周琦在河边有点急了 心想 他骑着马跑 我在步下连 可是连不上 刚想到这儿 就看那个钱正轮 尤达马上哭汤一下 一个倒栽葱 就跌落马下 他走马上下来 此时周琦是又惊又喜 奔上前来 一脚踏住他的脊梁骨 刀尖对着他的后脖子 别动 徐天宏随后跟上来了 一看 他怀里边这个盒子还抱着他 徐天宏就说了 把你那盒子拿出来 周琦一把把那木盒子就掏出来了 把那木盒子拿到手里边之后 打开一瞧 一看那个盒子里边 是厚厚的一叠羊皮 装盯成了一本书 月光下 翻着一看 都是些古怪的文字 一个也不认识 这周琦就说 这是什么呀 这是你们红花卉的字吗 我怎么不认识 随手把这个东西就交给徐天宏了 徐天宏接过来一瞧 嘿哟 周姑娘 我告诉你呀 您这功劳可不小 这多半就是他们回族人的经书啊 咱们快点找总舵主下 周琦一听 真的吗 这个公伙就叫陈家乐 已经走过来 周琦说 哎呦 陈大哥 您怎么也出来了 您瞧 这什么东西 徐天宏把那个木盒子一递过来 陈家乐接过来一看 这个 八成就是那部经书啊 幸亏你拦住了这个家伙 咱们几十个男人都赶不上你呀 陈家乐一说这个话 周琦自个儿心里边有点得意 他想谦虚几句 可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待了一会儿就问徐天宏 我刚才那一下子打疼了你了没有 徐天宏一笑 周姑娘 您这拳头真厉害 这一下子差点没把我打差了气 周琦说 就是你自己不好 我怎么不好 但是周琦没有接着往下说 转身 就对钱正伦说了 站起来 回去 这个时候 钱正伦想回去 他好像他也回不去了 在那还不动 周琦过来就给他一脚 邦的一下子 怎么着 你死了 我别忘了 我也忘了 你Hyper